一百多年来中国笑容 第一次出国商业 是我们来做的 也不是郭德纲能量有多大 关键是同行们的衬托 出国演出也不要瞎说 哪儿还随便说 别问我可得回去 2005年郭德纲的大火 引起海外人的注意 海外人员多次找郭德纲沟通 希望德云社能出国商业 最终德云社全体高层经过商讨之后 郭德纲拍板决定 我们要海外巡演 要走出去 郭德纲首次带队海外商业 此时郭德纲心里多少还是没底 是否会受到欢迎 内心焦躁不安 直到大幕拉开 郭德纲一颗悬着的心放下 场面实在是难以想象 台下观众依旧是密密麻麻的 他们激烈的掌声 比国内的观众还要热情 这些粉丝大部分是出国留学的 打小就喜欢郭德纲相声 但不像国内粉丝那么幸福 想要看德云社相声 随时可以买票看演出 国外粉丝想亲眼看到郭德纲还挺难的 除非是飞回国 他们有的人独自在外 孤独寂寞时常有的 看郭德纲的演出也成了一种习惯 而这些对郭德纲来说也很欣慰 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德云社首次海外商业 依旧是空前火爆 中国相声时尚百余腻 第一次走出了国门 从此德云社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他将自己称之为破冰之旅 估计郭德纲做梦也没有想到 德云社能走出国门 别看这个小黑胖子 一个初中没毕业的人 竟然跑到国外顶尖学府演讲 一个初中没毕业的人 跑到国外顶尖学府演讲 自然有些人看不得别人好 被网友质疑 他有这个资格吗 这一切是不可否认的 相声行业在过去的20年里 确实经历了起死回生的过程 这门艺术就像一个老人 被送进SU抢救了很久 被郭德纲注射肾上腺素救了出来 郭德纲改变了相声界当年的劣势 拯救相声于水火之中 成为如今相声界的泰山北斗 单单凭借这份成就 就足以让人信服 人家只是学历低 但是文化水平可是高出一些喷子很多倍 所以还是不要酸太狠 老郭曾经说过 文凭只是你旅途中的一张车票 到了终点站要靠能耐吃饭 你来时的那张车票毫无用处 归根结底一句话 文凭不代表文化 这点老郭足以证明 老郭与主流相声演员思想相比 可以说高出一大截 脚脚折一折 低高于暗 所以成为眼中钉 浪臂催着而后快 郭老师这一路走来实在是太难了 但凡是一般的人早就中途放弃了 现如今郭老师已练就如金刚之身 真是心酸之后的欣慰 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不创业不知创业难 虽然和同行之间的关系很尴尬 但当初天津的德人设分舍开业 郭德刚摆了五桌酒席 请天津的同行意在缓和关系 让人意外的是 这些同行居然无一人出席 当然同行不给面子 其实挺正常的 老郭的出现已经砸了同行的饭碗 别说请人家吃饭了 估计送钱人家也得考虑考虑拿不拿 所谓郭德刚的出现 主流相声界有一段话 在郭德刚出现之前 我们可以很安静的安乐死 但他出现之后我们想好死都难 既然郭德刚的爆火 主流相声界却炸了锅 当时主流相声界的规矩 台上轻轻松松十分钟搞定 即便返场唱个小曲就结束 并且返场不过三 留下来的料可以用再下一场 如果把所有的包袱都抖完了 那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结果这位小黑胖子却打破了这一规矩 所以当时有位主流界的相声演员 直接找上门 指着郭德刚的鼻子大骂他 破坏了行业规矩 让同行都没有了饭吃 如今那些靠着相声界老规矩生存的人 早已经被大众遗忘 而郭德刚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大家 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您对本期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见